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 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 汉字显示实验 那么对于这个汉字显示实验的话 实际上没有 我们并没有新增什么底层硬件的知识 主要是一些软件的实现 所以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的话 对于我们STM32 F1开发平台和F4开发平台 我们都共用我们这样一个视频 因为他们在汉字显示实验的 核心部分代码 百分之百是一样的 那么在讲解之前 我们首先一栏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参考资料 对于这个我们这里 目前一共有四款 四款STM32开发版 那么每一款开发版的话 都有相应的配套教程 那么配套教程里面都有一个章节 叫汉字显示实验 那么比如说我们站阶板 第45章 有汉字显示实验 迷你版 它的不完全手册 第35章有汉字显示实验 那么你使用不同的开发版 你只需要打开开发版光盘 跟目录配套的学习教程 找到相应的汉字显示实验章节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参考手册里面的话 对汉字显示实验 还是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 可能如果说大家在看我们视频中 还有一些疑问的地方 可以回头翻一下我们手册 如果再有一些疑问的话 大家可以到我们论坛 去给我们提问 我们可以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 包含哪些部分 首先的话 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实验显示的原理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讲解内容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学到了这个汉字显示实验 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个STM32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那么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 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基础的知识 那么我相信大家的大脑中都会有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这里主要着重讲解实验原理 那么大家只有对这个实验原理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 那么后面的实验讲解就会显得非常简单 那么对于这个实验讲解部分 因为这个代码还不少 如果我一行一行的去讲 这是很耗时间的 那么如果说 我会只是告诉大家 怎么来实现这个汉字显示实验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程序 实现的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在精读我们的这个汉字显示实验代码的时候 如果对代码还有一些疑问的话 那么大家也可以到我们论坛去发帖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讲解我们的汉字显示实验的 这个汉字显示的一些原理 那么常用的我们有很多个很多种汉字编码 那么常用的有这些什么GB2312 GB13000GBK 还有BIG5 那么这些的话都是一些汉字等编码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是会用到的一个编码是GBK编码 那么汉字显示这个原理是怎么样子的呢 就是说我的液晶上面我现在要让它显示一个汉字 比如说我要去调用某个函数 然后给它一个入口参数 主要的入口参数是一个什么汉字 比如说开原电子网的开 那么我要让它把这个开在我们的液晶上面显示 那么这个显示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汉字在液晶上的显示的话 实际上就是有一些点显示 有一些点不显示 那么这就相当于我们的笔一样 有笔经过的地方呢就画出来 没有经过的地方就不画 这个是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开原电子网的开字 那么我们这个笔画过的这些点 那么就让它比如说显示红色 然后在这个框框里面 其他的点我们都不显示 比如说显示白色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显示我们的一个开字 所以我们要显示汉字的话 我们首先要知道汉字的点证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由专门的软件来生成 那么我们只要了解了一个汉字点证的生成方法 那么我们在程序中就可以把这个点证数据解析为一个汉字 那么在这里说了之后 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理解 我们来我再给大家来看一遍 比如说我们要显示在这个框框这么大小的区域 要显示一个0 那么要显示一个0的话 比如说假如我们用一个位是8位的数据 一个字节是8位 那么这个字节里面它对应的 如果说是液晶上面8个点 比如说从上往下 12345678个点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8位数据去填充这8个点 比如说8位数据里面某个位为1 这个点就显示某个位为0 这个点就不显示 那么这样的话 假如我们这个字的高是16 宽是8 那么我们用多少个字节呢 就是高用两个字节 宽用一共有8 8个点宽 所以就是8乘以2 也就是16个字节 那么我们用16个字节 是不是就可以描述这样一个16乘8的一个字体 比如说我们要描述0 那么这里假如我们以这个图为例 那么这里的8个数据字节就是0 下面的也是0 紧接着如果说第二列也没有什么显示 那么都是0 那么从第三列开始 那么它某些点要显示的点 我们就把它设置为1 然后把这两个字节的数据算出来 那么实际上 根据我刚才的讲解 这个需要的16个字节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叫点证数据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的字符和汉字显示 你做这个就是取模 我们叫取模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0 或者有个开云电子网的开字 我们要把它这个点证数据取出来 我们怎么来取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里有一个软件 我们把它打开 教一下大家 那么这里我们以暂节版的光盘为例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这里的话就有一个 PCTOLCD2002 这里我们把这个软件打开 那么这个软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设置 比如说字宽字高 然后根据这个来设置 就是说16乘16的一个区域 比如说这么大的区域 然后我们要显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是要取哪个的这个 这个取它的模呢 比如说 我们要取这个0 那么大家可以看就在这里显示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取出来的数据 我们先来想一想 假如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个是16乘8 那么16的话 比如说我们高 用一个字节 用这里8位用一个字节 这里8位用一个字节 就要16个字节 对不对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这里的话 就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一些方向问题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 左上这里算起 如果这个8个 为一个字节 那么它就还有一个扫描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为低位 就是这个字节的数据 这个是它的最低位 这个是最高位 那么这样的话 也可以有一种扫描方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最低位 第一个字节 最高位 这是第二个字节的低位 高位 然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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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一次 也是六个字节 这样子 那么这个扫描方向 实际上是可以在我们这里来设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我们就可以设置 取模走向 这些东西 还有取模方式 大家可以看 这里的话 就是这种 一二三四 这种方向取模 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比如说 根据我们刚才设置 是从这里 开始扫描 再这样 再这样 那么我们把它生成字模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这里的话 就有生成数据 为了让这个数据好看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设置它的格式 比如说前缀 因为是16进制 所以我们加个0x 后缀的话 我们就加一个 然后 注释前缀 这里我们注释前缀 我们就 我们就不用 比如说数据前缀 我们加个0x 数据后缀 我们就加一个这个 然后注释这里就无所谓了 行后缀 加个这个 然后0 我们来生成一下字模 我们来看一看 好 这里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字模 大家可以看 一共12345678 一共是16个字节 那么16个字节 我们依次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0000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这里全部不显示 第二个也是0000 说明这里全部不显示 第三个是0007 那么说明什么 0007我们把它写出来 就是高四位为0 然后第四位 第三位也为0 第三位为1 这就是0x07 那么这样的话 在这八位里面 那么高五位 是没有 是空的 那么这接下来三个 要把它点亮 因为它是1 那么这里 所以点亮了 那么F0的话 F0是什么呢 11110000 所以紧接着 因为它的扫描方向 这里是低位 所以低位有四个0 就不显示 大家可以看 然后高位这里就显示 然后紧接着是 0x08 08的话就是高位四个0 然后1后面三个0 所以根据第一位是0 所以这里 大家可以看 也就是这里 先是0 00 再是1 这就是一个8 后面高位是0 那么这样的话 就构成了我们这个0的点证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对于这个汉字 也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汉字的话 它所占用的这个字节 就要大一倍 大一倍 大家可以看 因为它是16x16 我们是以16字体为例 那么这个是16x8 是这样的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 大家对于这个汉字显示的 这个原理 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 实际上就是通过 我们就要把一个汉字取模 然后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得到了这个字模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解析这个数据了 那么通过程序 比如说我们要显示一个 一个一个0 一个开字 显示一个开字 那么我们就 一味一味的把这些数据取出来 然后 把它跟这个16 乘16的这个显示区域 我们每次取 比如说取一位 第一个字节 取一位 我们把它 一个一个的来对应 则它在这个业绩上面的点4 显示还是取 是唯一的话 就让它比如说显示红色 为0的话就显示白色 这样红色的显示出来的 最终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开字 那么这个就是程序的实现 那么接下来同学就会问 你这次只是告诉我了 我显示一个开字 那么如果说我要显示整个字库 我有很多种汉字 我是不是我要怎么来做呢 我是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汉字 我都要在这个里面 取一字模呢 实际上 理论上是应该这样 只不过 对我们实际操作中 那么整个汉字的话 那么实际上也有专用的软件 给我们来给我们来做 那么首先 在讲解这个整个字库 所有汉字的字库之前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显示 我们一般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一个汉字 一个汉字 因为我们的汉字有很多 多达几万种 那么首先它有一个汉字 每一个汉字它有一个编码 那么然后我们 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我们在做好一个点证库之后 我们就根据这个汉字的编码 内码 比如说GBK的 然后去查找这个点证库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库 一个库放在这里 那么这里是某一个汉字的字库 这里是某一个汉字的取模 它的点证 这里是某一个汉字的 这里是某一个汉字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根据它的内码 去查找这个字库 找去它的点证 然后解析显示 那么比如说 我们找到了这个开字 这是开字的点证 然后我们把它解析 然后进行显示 那么我们一般 这是我们一般的汉字显示的一个流程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汉字的内码 汉字的内码 第二个就是它的点证库 这两个我们怎么来做 那么对于这个汉字的内码的话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在我们这里讲 那么我们讲一下这个GBK码 那么GBK码的话 就也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很好简单的理解 也就是我们有很多汉字 那么每一个汉字 它都对应一个GBK 一个编码 一个编码 比如说开源电子网的开 我们举个例子 它对应一 原字 假如它对应二 电子 它对应三 我们举个例子 也就是说每看字 它有一个编码 然后我们要显示开字 我们先找到它的编码 比如说一 然后到我们字库里 用这个一 去取我们字库里面 对应的某个地址 它也可以取出它的字库 去显示 只不过在我们GBK编码里面 开它的GBK码 一定不是一 那么我们GBK编码 是怎么样的呢 每一个GBK码 它都是由两个字节组成 第一个字节的话是0x81到0xF1 第二个字节的话 它分为两部分 是一个是0x40到0x7F7E 一个是0x80到0xF1 实际上这个中间就间隔了一个7F 那么前面这个我们叫高位 高位的话 它的取值范围是0x81到0xF1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它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0x40到0x7E 我们这是7E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隔了一个 然后就是从0x80到0xF1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GPK编码 一共有多少个汉字呢 因为这个两个字节 它是有两个字节组成的 相当于是16位 每一个每一个GPK码都是16位 那么高位的话 是从0x81到0xF1 那么第一个 那么大家可以算 最小的一个编码是多少呢 那么就是0x 这个最小 高位最小是81 第一位呢 第一位就是这个40 是不是 这是它的最小的 那么同时这里还可以呢 怎么来算呢 0x81 以这个高位为0x81的汉字 有多少个呢 那么有这么多个 就是这里这么多个 那么就是0xF1 减0x80 再加上0x71 减0x40 在首尾都加一个1 前后都加一个1 就是加2 那么这里算出来 就是190个汉字 也就是说 以0x81为高位的汉字 有190个 那么这里一共有多少高位 一共有多少个呢 也就是0xF1 减0x81 再加1 那么一共有126个 所以总个GBK编码 就有126 乘以190 等于23940个汉字 那么这个几乎是覆盖了 我们所有的汉字 同时 对这里 我们把这个 高位 因为第一位的话 一共是有190个 高位取 比如说0x81的时候 那么低位是有190个 可以有190个汉字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高位 高位这里是126个 我们把它叫做高位 分成126个区 高位126个区 比如说区1是 高位是0x81 那么它这个下面就 对应的低位的话 就是从40到71 80到F1 那么高位为0x82的时候 低位也是一样的 一直到0xF1 那么每一个高位 我们就对应一个区 所以它一共有126个区 126个区 每一个区下面就有190个汉字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把这个GBK编码 对应的汉字字库 我们要把GBK编码 比如说0x8140 对于某一个汉字 我们要把它这个汉字字库 连续存储在我们的某一个 存储器区域 比如说SPI Flash 那么我们怎么来做呢 我们建立点 我们的点证库的话 就是要按照这个编码规则 大家可以看 编码规则从0x8140开始 因为我刚才说了 高位的最小值是81 低位的是最40 那么从这个开始 逐一建立 每个区的点证大小为每个汉字 所用字节数存乘以19 刚才我们也说了 每一个区是有190个汉字 那么每个汉字所用字节数乘以19 就是每一个区要用这么多个字节 然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字库里面定位汉字的方法 定位汉字的方法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 根据GBK编码 去找汉字字库 怎么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汉字字库 我们打算是怎么来做呢 比如说区 我们有一共有多少个区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有126个区 那么我们把它连续存储在 SPI Flash里面 我们连续存储 那么比如说这是区0 区1 区2 一直到区126 对不对 一共是一共到区126 同时这里大家要注意 因为这里的这个GBK编码 实际上是有断 它这个中间断了一下 所以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 也就是我们画一个图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整个连续的存储区域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划分 划分划分区域 那么这里比如说我们有126个区 对吧 每个区下面一共是有190个汉字 190个 那么我们要根据某一个GBK编码 去找到他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从0为起始地址开始存放的 当然你偏移一定量 那么你算的时候都偏移就可以了 我们假如是从0开始存放 再次库 那么这样的话 首先我们有一个GBK码 GBK码给你 那你怎么去找呢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要找出这个GBK编码的高位 为什么 因为高位就决定是在哪个区 对不对 所以这个高位减掉0x81的话 实际上就确定了他在哪一个区 那么比如说他在区3 那么我们这里才 这里大家要看到 这里是GBKL 小于0x7f 的时候 为什么是小于0x7f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么首先的话 不管你是大于0x7f还是大于小于还是大于 那么第一步的话 我们要根据他的高位减掉 因为高位最小值是0x81 所以减掉0x81 然后再乘以19 这一段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把颜色变一变 那么这一段的概念 就是在我们智库里面 因为一个区是19 那么0x高位减掉0x81 就是说他处在第几个区 处在第几个区 比如说他处在第二个区 那么也就是说 他是0x82 那0x82减1 0x81 那么这里就是1 那么他前面已经跨了一个区 那么也就是说 他前面首先这个区里面 190个数据 有190个汉字 所以他 首先我们要找到 他对应的区 我刚才把这里给清掉了 我们再来画一画 那么接下来 首先我们找到 比如说这是GPK 找到了所在的区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找到 他在所在区 对所在的这个区 里面的偏移 那么所在区的话 就加上 就根据他的第一位 第一位的话 如果说你小于7F的话 那么你因为是从40开始的 所以你就直接减40 如果你大于7F的话 首先 他大于7F的话 这里我们减的是41 为什么减的是41呢 因为要多减一个 因为他这个前面我们讲了 他到了这个 这里 他建掉了一个 所以我们把它也加进去 所以就是减0x41 那么你也可以说是 你也可以把它算出来 就是GBKL 减掉这个0x 先是GBKL 减掉减掉这个0x7F 然后确定 他在这个 这一段里面的偏移 然后再加上前面的 那么最终 简单的写 把它算出来 就是减掉0x41 因为他这里只偏移了一个 所以相对他而言 多减一个1 然后最终 这个数据 size乘以2 就是他 每个汉字 所用的字节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出来 就是根据这种算法 我们就可以根据 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个汉字的GBK码 找到在我们汉字字库里面 对应的地址 起始地址 我们叫起始地址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我们这里讲了汉字的内码 那么然后我们第二个 我们就是要做个点证库 因为做好了点证库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点证库里面 查找这个汉字的编码 接下来就是这个点证字库 怎么来做 那么点证字库的生存方法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软件 大家可以打开 比如说我们占件版的光盘 这里软件资料 软件 我们这里有字库制作软件 我们把它可以打开 那么打开这个字库制作软件之后 我们这里已经打开了 打开之后 这个实际上就是生存 我们整个字库的 那么首先我们这里要选择 因为我们是GBK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GBK 大家可以看 PRCGBK 那么是936 中文 这个要选上 第二个的话 我们比如说我们取个例子 是16x16的汉字 那么我们高和宽都设置为16x16 然后这里大家还要注意 我们有一个字体大小 这里是12 这里为什么是12呢 因为这是电脑端的字体大小 电脑端的字体大小 那么电脑端的字体大小 跟我们这个点阵的大小 那么还是有一个 它是有一个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的点阵大小 是要设成16 所以我们这里16 它有个公式 乘以6除以8 都出来等于多少 等于12 所以我们电脑端的字体 我们要设置为12 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是我们公式算出来的 然后经过这样的设置之后 这里还有模式 那么模式的话 我们这里叫纵向取摩方式2 那么大家可以看 纵向取摩方式2的话 它是字节1 字节2 根据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是从字节1 那么这个低位是在下面 高位 字节1 字节2 这里是低位 这里是高位 所以根据这个取摩方式 我们可以选一种 根据我刚才的讲解的方法 那么我们是叫取摩方式2 那么这样的话 就跟我们这个PPT里面 刚才讲解的 这里的方法 用这个软件分层的时候 是一样的 是通过这种扫描方法 要保持一致 然后我们设置好这个软件之后 然后我们就点创建 创建比如说 我们叫 直接叫16 点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生成什么呢 生成整个中文的这个GPK编码 一个库 那么我们等待这个软件来生成 那么生成了这个字库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 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有了什么 我们有了这个内码 我们有了字库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写程序了 那么写程序里面 比如说我们要显示某一个探测 首先它是它的编码 然后我们根据它的编码 对应的编码 去查找点证字库 然后去解析显示 那么对于这个点证字库的话 我们还要怎么呢 我们还要把它保存在这个 SPI Flash里面 所以我们要去 用这个文件系统 去读取这个点证字库 然后写到SPI Flash 那么这些过程 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等下来给大家来讲解 首先这里还在生成 所以我们先不急 那么在生成之前 在它生成 这个生成完成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汉字显示程序的一个思路 也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的思路 首先的话 我们生成了这个字库之后 我们叫什么 我们做好字库之后 比如说我们这里 正点原子做了12 16 24号字体 我们依次把这个字库 分成了文件 之后我们把它写到 SPI Flash里面 写到SPI Flash里面 然后写完之后 我们就做一个标记 就再做一个标记 那么这个标记的话 实际上是 写在SPI Flash的某个地址 做一个标记 那么标记我们已经更新了字库 这些东西是在我们代码里面的 叫Font Update.c里面实现的 那么在我们做好字库 并且写到SPI Flash之后 那么如果我们要显示汉字的话 比如说我们调用这个修饰券 输入一个汉字 作为它的入口参数 那么它的话 因为这个修饰券我们是支持 比如说里面有汉字 也可以有字符 比如说带一个S 带一个字符 所以我们这个修饰券里面 要把字符和汉字 根据他们的编码区分开来 如果是字符的话 就直接调用我们 液晶实验里面的 就是show chart就可以了 如果是汉字 那么就调用我们的show font 这是个真正显示汉字的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show font里面 是怎么来显示的呢 它先会根据我们的编码 根据我们的编码 去取得它的这个字库 取模 所以我们会根据它的编码 然后调用这个get汉字 hz汉字 就是取模 然后把这个汉字的字库 相当于我们取出了什么呢 相当于取出了我们这里的这些数据 那么取出来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把它进行一个解析 解析之后再显示在液晶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汉字显示程序的一个思路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对照程序 来给大家讲解一遍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这里已经生成了这个字库 大家可以看已经生成完了 16.dzk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文件大小是 766.080 那么这个字库在我们开发版里面 我们任何一款开发版 比如说站件 那么在这个 我们这里有个SD卡跟目录文件 这个下面有个CS等文件夹 然后这里有一个font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有gbk16.fon 这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 那么它的大小也是766.080 而我们这里这个的大小也是766.080 实际上这就是一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我们的这个系统文件夹里面的字库 就是这样生成的 然后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名字改成 我们需要的比如说gbk16 我们改个名字 改个名字 然后保存 那么这样我们一个字库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的程序里面 这个字库 比如说我们放在SD卡 然后我们程序就会从SD卡里去读取这个文件 然后写到SPI Flash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序源 我们的代码里面怎么来实现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打开我们的这个开发板的这个配套的汉字显示实验 那么这里对于我们对我们这个四款开发板的话 你打开任何一个开发板实验都是可以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以站键为例 那么对于其他开发板 那么核心部分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站键的这个汉字显示实验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打开了 打开之后 这里对于我们这个汉字显示实验的话 汉字显示部分是在我们这个text 这里面 那么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fontupdate 两个文件 一个是fontupdate.c 一个是text.c 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根据我刚才的讲解 fontupdate.c的话 是去更新字库 然后text的话是显示汉字 它们两个分工是很清晰的 那么这个fontupdate 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 首先的话 在我们这个主函数里面 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是会去判断 我们去检查字库 也就是调用这个fontinit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fontupdate 这个最后面有一个函数 叫fontinit 那么这个的话 在这个里面 它先把这个25Q系列 SPI Flash 进行一个初始化 然后的话 它就多次去读取 读取什么呢 调用这个25Q系列的读函数 读取这个 这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常量 一个地址 然后去读取这个地址里面 大家可以看 连续的一个区域 它读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个结构体 这个fontinit 这个结构体 变量 它的这个类型 那么这个结构体 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它这里有一个U8 还有8个U32 那么这个U8的话 也就是 先 它先是什么 先是有一个fontsok 那么它存放的是什么 存放的是这个 字库是不是ok 有的是你有没有加载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有 有unigbk 那么这个的话 实际上是在我们文件系统 FightFS里面 有用到 然后有这个gbk12 gbk16 gbk14 它们的地址和大小 也就是这里面存放的是什么 我们叫fontinfo 我们把它取名 也就是 自库 自库的 相关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们在 放的update里面 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先是去读取 那么这个 有个fontinfo address 放的info address的话 我们先编译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 这个的话是一个常数 那么它实际上是保存在哪里呢 1024就是1k 再乘1024就是1兆 12就是12兆 那么对于我们战键V3 我们这里是以战键V3为例 战键V3里面 它是有个16兆的 SPI Flash 那么迷你版的话 这个数据可能不一样 或者探索完 那么Waship的话 战键的话 那么是从12兆地址 开始存放自库 那么前面12兆 是给我们文件系统 去使用 去格式化 所以我们是从12兆开始 它有16兆的地址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址开始 读取什么呢 读取size of fat info ft info 也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里 一共有多少个字节 我们看一下 根据我刚才讲的 一个U8 存放这个标记位 还有8个32位的 所以实际上应该是有33个字节 33个字节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这里一个 在12345678 一共33个字节 所以它读出这些信息之后 然后把它付给这个方 然后我们就去判断 这个fondOK 是不是等于00 00XAA 如果是的话 A就返回什么 就返回0 如果不是 我们这里就返回1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返回0 那么就说明我们字库完好 如果是1 其他的字库就丢失 所以先要去检查字库 那么如果说我们字库丢失了 会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 如果这里是1 检查字库丢失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去先 因为我们要从SD卡去加载 所以我们要初始化SD卡 然后要用这个update font 去更新字库 那么我们的过程是什么呢 我们是把我们刚才分成的这几个文件 那么大家在做汉子显示实验的时候 这里你要把这个SD卡 跟目录文件夹下面的这些文件 复制到你的SD卡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默认发货的时候 我们有更新过了 所以大家可以显示 如果你要做自己的字库 那你需要把字库做好 然后放在这个sistent font 这个下面 有我们这么四个字库 那么我们放在SD卡之后 然后我们去初始化SD卡之后 那么我们第一次的话 它会调用update font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也是在我们font update这个下面 那么它是做什么呢 update font这里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也不难 那么它就是要把这个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 这里就是更新四个字库 那么更新的过程 其实就是使用文件系统 使用文件系统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 每一个更新每一个字库的话 它最终是down的update font update 也就是我们这个前面 这里的这个函数 前面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这里就根据我们的路径 那么路径四个字库 它的路径在这里已经确定好了 是的 是这个路径 然后它根据它的路径 大家可以看文件系统里面 去把这个文件打开 那么它一般是在SD卡下面 那么打开之后 然后就获取到这个 某一个字库相应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的话 根据我们刚才讲了 在初始化的时候 那么它都已经保存在这个 变量里面了 然后我们去获取之后 然后去读 连续的读 读完之后就把这个字库 写入到我们的SPI Flash里面 大家可以看 写入的SPI Flash 同时根据我们 比如说我们更新某一个字库 因为我们知道了它的大小 然后我们又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读了多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显示进度条 那么显示进度条的函数 就是这个最前面的第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逻辑就很简单 所以整个这个更新字库的过程 实际上并不难 就是在没有字库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更新字库 那么一次更新这四个文件 那么过程也就是读取文件的数据 写到SPI Flash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更新完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相应的标记位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就可以标记了 标记之后 我们要把标记位写到什么 写到这个地址 就这样子的 那么这样的话 字库就已经写到了我们的SPI Flash 那么如果我们要显示一个汉词 会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 DownshowStream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 就是比如说站键 那么其他概括版 都是这样的函数 只不过这里显示的信息不一样 那么我们显示 调用这个函数 显示汉字 那么最终它是调用到了这个 Test 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的 这里的TXT 这个里面 那么这里面是做什么呢 它首先把这个中文和字符 进行区分 因为是字符的话 我们就直接调用我们业绩里面的 ShowCharl函数 LCD ShowCharl 如果是中文的话 我们最终要调用什么 要调用我们这里写的ShowForms 也就是这个写的一个新的函数 那么这个ShowForms函数的话 就在我们这个前面 有一个这个ShowForms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 大家可以想而知 根据我刚才的讲解 显示汉字的话 首先要根据汉字的编码 大家可以看这里先去计算 根据它的编码 要去做什么 要去查找它的点证数据 那么查找点证数据的函数 是GetHuntHZ 在Mate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它就在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Text里面的第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根据它的编码 去这个SPI Flash里面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加载了 所以它要去找它对应的这个字库 那么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我们PPT里面 在这里讲的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在代码里面 实际上有体现 大家可以看 这里有什么0x40 0x41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我们前面讲解的 然后根据不同的size字体 那么它因为要读的地质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区分 我们要支持16 12 16 24 所以它去读取 Flash相应的地质 根据它的编码 根据它的编码 那么把这个字库 要把它读取出来 读取出来之后 在我们这个求Front里面 这里读取出来了 然后它就根据这个点证数据 一个一个的 大家可以看 这里就是进行一个解析 解析 大家可以看 也可以看 以这个0x80 这个实际上是取最高位 然后去写 写一个点 以这个point color 也就是说 解析出来这个字库之后 然后把这个点证 拿到点证数据之后 就一味一味的 去在LCD上面 去控制它的显示 那么这样的话 就达到了显示汉字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整个这个汉字 显示实验的 这个两个文件 文件 text下面两个文件 如果我要一行一行的讲的话 可能一两一个小时 可能一两个小时 很多同学都听不懂 并且这个代码 要是一行一行的讲 也是很痛苦的 并且很难去 在我们视频里面讲清楚 所以我们这里 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讲解的 给大家的是一种思路 也就是说 我们程序设计的 这个原理和思路 那么对于具体的细节 大家就要仔细去看 如果你要自己做次库 那么你就要仔细去看 那么这里 我也给大家出一个题目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同学说 我要想支持36号字体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那么根据我前面的讲解 我要做一个字体 首先的话 我们肯定要把这个字库 要给生存 根据我们这里的讲解 我们要生存好字库 然后我们肯定是要去改什么的 要去改我们这个更新字库 这个里面的代码 那么更新字库的话 首先我们这个结构体 肯定是不是要改的 肯定是要改的 可能这个存放的地址 也是需要改的 那么这个结构体变量 因为我们这里设计的只是三种 你的这个后面还要加 同时可能你这个地址 初始化地址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字库存放在哪个地址 可能还需要改 然后在这个更新字库的时候 这个里面 这个下面 这个更新字库的时候 你肯定也要改 要让他去加载 你新设计的字库 然后字库这一端更新弄好了 那么显示这一端呢 大家可以看 从修饰券这里 这里我们是不怎么需要改的 那么一直到这个修Font 那么修Font这里 大家可以看 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修改 因为我们这里只支持了 12 16 24 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也需要修改 同时在我们这个 获取它的点真字库 这个按数里面 你也要进行修改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 只有你对汉字显示实验的 整个原理 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 你才会修改 那么对汉字显示实验的部分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顺带着我要提一下的是 这个文件系统 FightFS里面 实际上我们相对上一讲 FightFS 我们是有简单的修改 那么上一讲这里面 我们是有一个 cc936.c 这样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里我们把它改成了 mycc936 这个文件上一讲的工程 大家可以打开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实际上是有 有什么呢 有两个宿主 我们FightFS 我们来看一看 打开FightFS 那么FightFS下面 这里有cc936 这个下面有两个很大的宿主 如果我们后面直接这样编一下载 那么它很占用flash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那做法就是把这两个宿主 把它拼起来之后 然后通过我们这里的一个工具 把它生成一个bin文件 我们这里有一个 叫C2B转换工具 那么我们做法就是 这里有两个宿主 大家可以看 可以搜一下 这里实际上是有 我们搜索const 大家可以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 第一个宿主 第二个就是这个下面 还有一个宿主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宿主 放到一起 然后我用我们这个 C2B转换工具 然后我们把它保存在一个tx 这个数据保存在txt文件之后 我们把它打开之后 然后转换成bin文件 那么转换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文件系统 在我们汉字显示实验里面 我们就写了这个 mycc936 那么它实际上 这个文件系统 这个里面主要是知识常文件名 所以它有编码对应关系 大家可以看 它这里一个编码 OEM编码对应一个unicode OEM编码对应一个unicode 然后后面 后面一个是unicode 转换为OEM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宿主 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把它保存在我们 这个SD卡 然后我们加载到我们的 SPI flash 所以我们这里把这个 就写了fcont 因为它的fconvert 之前的话 它是直接这个fconvert 这个函数 它是直接去这个宿主里面取 所以我 而我们这里 就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这个fconvert 为什么呢 直接去这个SPI flash里面去读 通过all分法去查找 那么这个过程 我这里就不再详细讲解了 那么对于这个汉字显示实验 对于初学者 有些同学可能理解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那么我希望大家 如果说看的不是很懂的话 那么一定要对照我们手册 去加深理解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